拜登真的好想要见习近平 所以呢 APEC不知道你习近平是不是真不来啊 所以呢 美国白宫的发言人John Kirby 他还说 拜登是有意要跟习近平会面的 但是未必在旧金山 所以意思是 他真的心里有数了 习近平可能不会去参加旧金山APEC峰会吗 难道拜登要敲锣打鼓 欢迎习近平先到华府吗 不在旧金山不在哪里 我是觉得习近平应该会去APEC 应该会出席 因为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美国很多东西都陆陆续续在放松 轻微的 也就表示说我们不要那么紧张 这个可不可以暂时休兵 我们好好谈一谈 第一个证据就是 荷兰本来是9月1号 不是要不光刻机 要禁止卖给中国大陆吗 一言延到12月底 干嘛延到12月底啊 就是11月有APEC 那这个本来以前说那个香港特首 李家超不能去美国敲锣打鼓 最近根本声音都没有 连一点声音谈这个问题都没有 美国媒体都不谈啊 那表示什么 李家超根本不是问题嘛 他是拿出来在那边 就是胡乱扯一通而已 那你在像戴琪这些动作啦 什么这个中美之间的一些科技协议啊 就表示美国说 哎呀我在铺红地毯啊 你随时点头都可以来啊 那如果你能够来华府更好啊 随时欢迎啊 或者你要到纽约来参加 这个联合国的活动啊 那就更加欢迎啦 对不对 所以表明的是 拜登为了竞选连任 面对华尔街的压力相当大 他根本不太理华盛顿 那什么盖拉格在叫嚣了 也不太理了 他觉得这个华尔街 对他竞选连任的帮助 比这个华府那些 有的没有的更加有利的 他当然会倾向华尔街 那华尔街给他的压力就很简单嘛 要跟中国合反关系嘛 不要这条路一路从白天走到黑嘛 那不从白天走到黑 那就要开始自己检讨一下行为 为什么动不动 拿那些没有用处的东西 打人家的头呢 打人家也不疼 打也打不到 那好吧好吧 就哎呀这个进口商品啊 放宽啊 这个放宽那个放宽 我觉得是机会是很大的啦 集团体不去见 习近平去看暗天文雄干嘛 多生气了 有没有意义吧 好 不过这个请教赖老师哦 那这样子的话真的习近平 会去参加APAC峰会吗 还是说走自己的路 其实呢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真的很重视这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的这个峰会 即将也在10月登场了 所以现在看到大陆外交部 甚至已经表示说 有超过90几个国家 都确认要参加这次 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了 就是要把这一场给它办好 所以呢后面的旧金山 是不重要了吗 来请教你 如果我们就国际的会议来说 G20确实是比APAC还要重要 因为它是85%的经济体 所构成的 20个国家跟区域的组织联盟 所以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平台 它重要性分量比APAC都不重 都重 习近平都不去了 所以美国突然间没有把握 没有把握习近平会在APAC回去 所以他们才开始给自己消毒了 说哎呀 如果这APAC见不到面 没关系 我们一定会想办法 在另外一个地方 跟习近平能够见到面 那也就是说 那很有可能就是明年的事情了 可是明年美国的大选如何如土的 已经展开了 那这个对于拜登来讲 他的选举就越来越不利了 为什么 因为我个人的看法是这样 我觉得习近平在搭自己的外交的路 而且搭自己外交的全球的路 在这一次金砖会议这么的成功 几乎印度有点在破坏干扰 但是中国在俄罗斯的完全的密切的配合 然后再加上跟南非共同的协力下 你看中国主导了这一次的金砖 这个金砖不只是扩原 也不只是货币的支付机制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90几项的政策都在走了 而这一次的这个一带一路 已经有90个国家的 有的是国家元首 有的是政府首脑 有的是部长 有的是企业的领袖都要去参加 已经证实 已经把那个回函都已经回去了 所以一定会到 各位想想 这是一个全球的最大的政势 中国一定要把它办好 中国把它办好的时候 也就是说习近平没有时间 跟那些领袖在打高空讲空话 然后讲的没用的话 我觉得完全不一样的 习近平走自己的路 这是美国完全没有办法掌控的事情 好 做实事最重要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 中国大陆要做些什么事呢 当然除了一方面要加强自己 高科技的实力之外 现在来看看 这个苹果这个手机 现在是不是真的越来越会在 中国大陆吃不开 受到阻碍呢 因为Bloomberg报导说 中国大陆要扩大iPhone的禁令 国营企业跟官方机构禁止使用 显示苹果在最大的海外市场 跟全球生产基地面临挑战 而且还引用消息人士的话说 现在已经开始指示员工 不要带iPhone上班了 哇 那这个杨老师 公务员考试资料显示 截至2015年底 大陆一共是公务员716万人以上 所以如果人人一只iPhone的话 那也716万只iPhone 那换句话说难不成 这个700多万只苹果手机的市场 就这样的消失了呢 老师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 公务员 那接下来党员呢 对不对 可是呢从2019年的5月15号 美国开始全面禁止打压华为 从手机到5G设备的时候 中国有没有去禁iPhone 那个时候 华为的手机已经远远超过iPhone 已经几乎快要赶上三星 成为世界第一 但是被美国整个打趴 到后来完全退出世界 跟大陆的前十名 然后iPhone事实上 在这四年当中赚保了 三星也是 中国大陆并没有出手 因为两个立场不一样 美国是要去打中国的冠军企业 避免中国的科技的崛起 中国是认为说 我这是可以跟大家 支持全球化共同的国际分工合作 对不对 所以他不会去针对个别的企业 可是现在为什么这么做 我觉得关键是 现在中国大陆开始在反制了 从8月1号跟加根折 然后呢到华为的 这一次的手机出来 也就表示说你对我的科技战 我其实也有反制的手段 而且我在这个技术上 我也迎头赶上 虽然还差你一步两步 但是效能跟你一样 进iPhone我觉得两个原因 第一个 这个iPhone 15是不是会有后门了 我觉得从他内部的安全的考量 这开始也的的确确担心这个层面 所以从这个角度 他只是进公务人员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也一样不能用 你不能说在家里面可以用 跑到办公室来用 那就进没有用了 对不对 所以也就是说 他这是一个后门 或者是安全上考量 第二个是 当华为手机出来的时候 它的市场会扩大的时候 它的最主要竞争就是iPhone 15 这是一个带头效应 也就是说告诉中国大陆的市场 对于iPhone 15 其实如果你能够支持国产的 而且它90%的供应链都是国产的 除了两家台湾的大立光跟稳貌之外 因此其实这是一个多重的反制动作 而且其实是等了四年 才开始比较暗穴道士的 不是全面的反制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一定会对 9月12号发布的iPhone 15之后的销售 会产生雪崩的影响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